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我是鄭松泰 熱血公民的鄭松泰 今早林漢江在新聞上說了一個發言令到我很驚訝 他就說之前的粗口歌 即是令人的粗口歌 是會涉及這個就是觸犯這個種族歧視條例 以前九德之前的皇家康警察 我們會認為是專業 動工守伯,廉政動工的一個專業隊伍 我們香港會是因為昔日的警察他們是有很高的破案率 和他們是很專業而感到驕傲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他們是十分十分討厭、義務、不滿 甚至痛恨香港的警察 不是因為他們單單是說他們自己在職責裡面 是有所失誤 甚至是被人家說他們連破案都不認識 連續幾單的一個大劫案 竟然是可以一條單單的一個大帽山 一條路這樣被那個港駕劫匪這樣逃去 香港多久是不是有這樣的劫案發生呢 這樣還要是全香港大失車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實在過去幾個月 雨震革命這兩個月以來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警察 他們竟然是淪為政治的打手 他們是為了打香港市民 而成為政治的工具 包括大家耳熟臨場的暗角打鑊的七位魔警 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正式法律的程序 又或者是未正式備受檢控 除了在革命期間 他們是這樣的方法打小一隻之外 更加甚至的就是說 他們不惜利用一個政治和法式恐怖 在法庭上面說謊 幾次是作口供 什麽15秒啊15分鐘啊 究竟那隻眼是不是閃了他啊 完完全全 他們是不惜在法庭上面 經過宣誓之後 是作假口供 理論上應該接受一個刑事的制裁 但是很可惜 香港的政制和法制 現在是完全變成大陸化 完全偏頗 結果我們的警隊 不單止臨為公安 甚至連大陸的成本都不如 在這樣的講法底下 現在有一些親共 又或者親政府的團體 他說要設立一個所謂的獄警罪 這一個在我的眼中 是對警隊最大的侮辱 因為只有懦夫和無能的警隊 才是要利用以言入罪的方法 去恐嚇香港的市民 這一個不是光能來的 這一個是貼在你們身上的侮辱 警隊輪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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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次立獄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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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隊輪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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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次立獄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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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次立獄警罪